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在这父亲节的时候特别问候每位父亲 过去的一年你们为家庭为儿女付上许多的代价 坐在民处的坐在暗处的 我相信神都知道 在这父亲节的时候 我特别用一段的经文 讲到地上的父亲和天上的父亲 这个经文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九节 他这样说 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 反给他石头呢 求鱼反给他蛇呢 你们虽然不好 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 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 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 在这经文明讲 我们这些做父亲的 我们尚且不好 因为在天父的眼中 我们是不完全的 但是我们感谢主 他把天上的父亲放在我们的面前 让我们可以学习 那地上的父亲跟天上的父亲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呢 前面有一段经文 就是第七章第七节跟第八节 或许可以说出我们地上的父和天上的父不同的地方 这第七节讲的是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 寇门就给你们开门 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 寻找的就寻见 寇门的就给他开门 在这里讲到祈求就是祷告 然后呢 祈求的后面说 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 这个寻找呢 就是讲到行动 就是呢 我们祷告以后呢 还是需要有行动的 那这个行动后面呢 又加上 寇门就给你们开门 那寇门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等待的意思 我们知道每一次 我们去敲人家的门的时候 要么人不在家 要么呢 要等一段时间 人家才来给你开门 所以这一段经文在讲什么呢 其实如果用在我们地上的父 和天上的父之间的区别 例如说 讲到祈求 有时候呢 儿女向地上的父来求什么 那这个地上的父呢 常常就给了儿女 但我们知道 要给的对 要给的好 否则呢 我们知道 饼就变成石头 鱼就变成蛇 反而 没有 帮助我们的儿女 反而 害了自己的儿女 但是我们看到 天上的父在祈求的事上 就有不同的教导 我们知道在 雅各书第四章第二节说 你们得不着 是因为你们不求 你们求也得不着 是因为你们忘求 所以我们就看到 在求的这件事上呢 我们知道 学习 我们要开口 向神求 而且呢 我们要按着神的心意求 所以呢 我们就在看 祈求的这件事情上 天上的父 教导 教导地上的父 让我们在养育儿女的事上 也要像神 来对待祂的儿女一样 有时候我们看到 神 回应我们的祈求 不是 给我们 我们所要的儿语 我们看到 在给我们的当中 我们学到很多的功课 譬如说 跟着下来的 求 就给你们 寻找 就寻见 我们知道 寻找 是一个行动 不能说 我们求了 我们就在那边等候 而没有任何的行动 有时候我们看到 地上的父呢 都没有让儿女父 任何的代价 就给他了 因此儿女不知道 要感恩 但天上的父 要我们 有所行动 我们知道 在圣经里面 也曾经教导我们 神有时候给我们的 不是面包 而是给我们工作机会 让我们借着工作 付上的代价 来付 得到我们所需要的面包 我们看见呢 圣经里面也说了 耶稣说 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 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所以我们看到 耶稣也没有否决 医生治病的能力 祂要我们来求祂 这个就是行动 第三个 扣门的 就给祂开门 我们知道天上的父 祂要我们学习等待 有时候给我们的是困难 困难 让我们学习等候 在等候的当中 我们就依靠神 我们就依靠神 而不间断 因为圣经讲任何的困难 不会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所以我们就更坚信 神他会帮助我们 最后我们来看 最后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 祈求寻找和扣门 在经文里面是进行事 意思就是说 我们在这些世上 地上的父还要学习 从错误当中来成长 因为我们相信 我们天上的父 成为我们一个榜样 天上的父在帮助我们 使我们地上的父 能够越来越好 越来越合神的心意 在这父亲节 我们用神的话 彼此勉励 也希望未来的一年 我们地上的父 越来越成长 像天上的父一样 借此神的恩惠慈爱 临到你的身上 也临到你自己的家 愿神赐福给你们 平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